他是绑定了史上最费圣系统的男人 即便是三人同友也必须花样翻新 蟑螂 农家等不及了 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份 三寝殿的墙壁被人大力轰开 一个女人的身影缓缓出现 岂有此理 你们三个狗男女 竟然敢趁我不在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吧 他左拥右抱双女在怀 正准备三女骑飞一盏雄风 啪啪啪的敲门声却突然不适宜地传进了耳朵 他眉头一皱刚想让人滚蛋 下一刻他却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叫张浪 现任御女宗的看门保安 此时在御女宗门前 两个女子正在讨论御女宗的女修士 不但容颜倾城还各个武艺高强 那岂不是会有很多臭男人会跑来骚扰 怎么可能 御女宗最偷恨男人了 方圆百里之内连只公狗都没有 就在这时 睡得迷迷糊糊的张浪打开了御女宗的大门 前来拜师学艺的女子简直惊掉了下巴 这怎么会有男人 两女嚎叫着臭男人直接跑走了 张浪看着对方的背影送上了一具有病 他打着哈欠嘟囔的男人怎么了 他是这御女宗唯一的男人兼保安 他骄傲了吗 三天前张浪明明在家里好好地洗澡 突然浴缸的底部传来巨大的吸力 接着他便从天而降 一头砸在了御女宗祭拜师祖大典的石像上 那一刻坦诚而来的张浪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万箭穿星 但御女宗的宗主君悬摇竟然放过了他 还派他去看守山门 张浪回想着军悬摇的心胸竟然如此宽宝时 他的心脏突然不受控制的猛烈跳动起来 他感觉下一刻心脏就要被某种力量撑爆 身体好烫 怎么回事 痴汗之心举行 系统激活 宿主信息读取完毕 神级千道系统启动中 这是什么地方 宿主 你已激活神级千道系统 现在想你 发布一号千道任务 今晚此时之前 本人到达军悬摇进攻 完成千道 失败无脏尽碎而死 张浪听到任务直接惨嚎 夜半三灯去串门 你说死人不死人 闭嘴 系统发布的任务 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 张浪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被石海中的女神系统强行塞毁 如果完不成千道任务 你的下场就是死 张浪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他只想好好的狗 为什么要让他去体验人间疾苦 没过多久黑夜降临 玉女棕笼罩在了一片朦胧的月色下 任务奖励千万得是能保住命的东西 被发现的话 肯定会被当做银棍打死的 老天保佑一切顺利 玩我了吧 这不是已经到了吗 怎么没反应 难道外面不行 得进寝宫里面